同学们好 欢迎大家来到手把手教你制作VR眼镜的课程 好 那今天这节课我们继续向下介绍新的内容 上次课程呢 我们是跟大家相当于是直播了这个制作VR眼镜的这个过程 也不知道大家跟着视频有没有把自己的这个VR眼镜成功的制作出来 我们这节课呢讲的是这个调试这个眼镜啊 实际上呢就是重点是对这个眼镜进行一下测试啊 因为能调的地方毕竟不多 那么我们这节课的重点呢就是找资源 呃测试这个眼镜啊 没有资源自己制造资源也得测试这个眼镜 那么这个测试完了之后啊 大家如果是实在有不合适的地方 那么就想办法进行一下调节啊 一般是不会有的 因为这个呃尺寸和大小是基本上是适应我们的这个眼睛的和同具的 好 那么先看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昨天制作好的VR眼镜啊 这是正面啊 两个小镜片啊 很Q啊 就夹在这个指壳中间 然后侧面这个小磁体啊 正面是白板 啊网上有卖的这个VR眼镜的这个正面的贴纸的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买一下 在这边贴一个一期图案啊 美化一下 这样你在看这个眼镜的时候 别人看见你就是正面 比如说是一个钢铁侠的眼睛啊 或者是什么蜘蛛侠的等 等一等 嗯 这样的图案 那么看起来还是挺有意思的 呃 然后这个地方跟大家交代一句 这个地方中间有个隔板 隔板是卡在这两个上下层之间的 在这我们能看到它 那么 这个拆卸手机的时候 你需要往上拉这个魔术贴 这个时候呢 容易把这个隔板不小心拆掉了 所以我们拉这个魔术贴的时候 手要按在这里 按在中间这个隔板连接这个地方 不然一拆 他也发现隔板掉了 还得装回去 好 这是一个小的注意事项 好 我们进入正题啊 这个测试这个眼镜 测试这个眼镜呢 我们肯定是需要手机配合 然后 啊 还有相应的媒体播放出来才能测试 那么我们测试这个眼镜的媒体来源 可以有几种 啊 自制媒体 使用视频测试 或者是使用APP测试 然后后两者可能都要从网上下载 这个相应的资源呢 我会整理好给大家 那么自制媒体测试呢 实际上是利用这个VR显示的这个原理啊 当你了解这个VR的原理之后呢 把自己的女神从2D变成3D 是很容易的事情 嗯 它的这个自制媒体这个重点就是 隔绝两眼视觉 看到一样的物体 让大脑自己去合成3D视图 那么这个如何做到呢 实际上 嗯 我在研究这个VR 呃 成像原理的时候呢 做过这样一个实验 好 我们先 打开网列 然后你随意搜一下这个 就说搜一个 美女吧 啊 大家可能比较感兴趣一些 然后 呃 就我我就随便找一个吧 就这张打开 那么点开之后 然后一定要找清晰度高一点的 把它下载 下载完了之后 打开我们的这个 呃 处理软件 啊 我就用AI了 啊这里 等待AI启动 那么我们接下来回来 呃 看一下这个 自治媒体的这个步骤 就是找到一张照片 实际上 只要是真实的物体就可以啊 真实的三维的物体就可以的照片啊 然后呢 风景建筑山水这些都不限了 然后使用软件处理一下 让两张一模一样的图片合成一张 然后图片下载到手机 打开图片 把手机装进眼镜里边 然后就可以有逼血了哈 好 这回我们的软件应该打开了 我们新建一个画板 这个AI的这个软件使用 麦子学院上有视频教程的哈 是这个Ether C老师讲的 然后呢 我原来是用AI画我们的这个系统框图 后来也跟着这个Ether C老师 学了一些技巧还挺有用的 我们就横向布局吧 然后这个测试 这就可以了啊 也不用非常大 打开之后 我们把这个 刚才下载这个照片 在下载里边 这个把它置入进来 置入完了之后 我们发现这个尺寸有点偏大了 那我们就点击一下这个 文档设置 然后编辑画板 把我们的画板拖大一些 同时把这个整个画面去缩小 这样我们就能全局观看一下 这个好 然后再往这边拖 这差不多 差不多 我们就点一下鼠标 推出这个编辑模式 然后把这张幅画往左移 好 然后我们再进行一下这个操作 再置入一下 置入完了之后 这是两张一模一样的图片 我们把它放到一块 中间就不用留缝隙了哈 我之前测试过 如果你留缝隙的话呢 很可能这个中心啊 指的位置不太好啊 这个画面的中心啊 跟你的那个透镜以及眼睛 不在一个一条线上 这样你就看不清了 模糊了 所以你就直接把它拖到对到一块 中间没有缝不留缝 然后这条缝对准我们的这个隔板就可以了 好这个出水浮荣一般的美女我们把它处理一下 存储 存储到我们的这个工程里面 那这里就确定就可以了 没有什么特别的操作 然后存储完了之后呢 我们现在就是两张作片也处理完了 如果你想加文字的话 一定要在这个两边对应的位置 对称的位置加上去 那么这边我们就把它导出 导出 导出为测试 MathVR 呃就用这个背景透明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分辨率调到最高 然后确定 他写出png文件啊 png的这个文件啊 效素会保留的完整一些 gpg他压缩的比较厉害 然后我们等他写完之后 这个图片就造完了 造完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下载到手机里边打开之后 放到眼镜盒里面就可以看到一个立体的这个美女了 好 这个操作完成 我们去看一下 这是原来的 这样的一个 我们新合成的呢 在这个里边 测试MathVR OK 我们用手机打开的时候呢 让他全屏 然后呢 他这个尺寸 我选的可能不是那么好 就跟大家做个示范啊 然后就全屏之后 类似于这种效果啊 中间有我两边有一些黑边这不要紧 然后我们放在眼镜盒里边 这两边就分别进入左右眼 然后在大脑里边就形成一个立体的图像 啊这个3D的功劳全是我们大脑做的哈 好 这就是自制的这个测试媒体去测试 啊 我的研究做完之后 我第一次就是用我的这个 这个图片去测试的 图片如果都看不清的话 那肯定是有问题的 需要调节一下 图片看得清的时候 基础上 然后才能进行视频的这个测试 好 那么我们这个部分就说完了 然后使用视频测试呢 这个是比较简单的 就是我们去网上啊 或者是我客户也会提供一个 这个VR视频的这个地址 网盘 然后大家去下载 那打开手机播放视频 然后安装手机到眼镜上 然后继续流鼻血 好这个 过程大家发现了哈 我们是先打开手机 一出视频要播放上 然后才能安装到眼镜上呢 如果你没播放视频就装到眼镜上 这个手机没法控制了 所以这里边就突出了这个 手柄的这个意义啊 这个我们如果有了手柄的话 不如就变成下载视频 然后把手机放在眼镜上 然后用手柄去控制这个手机 这就可以了 更方便一些 这个比较简单 不多说了 使用APP测试 这个 我推荐大家去搜索这个橙子VR 非常好用的一个 APP 这简直就是业界良心 而且还免费 适配很多眼镜 那么 下载完了橙子VR之后呢 它界面里边有一个热硬大片 点击正硬大片 进去之后选择第一个 西游记之三大白骨精 然后这是我测试过的 非常清晰 而且这个立体效果非常明显 然后注意一下 VR资源的清晰度 是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这个观看体验的 嗯 如果我们想要体验很真实的VR的话 一定要找这种资源 高清的 橙子VR里边有一些全景佳作里边 它是有一些可以试一下 它是可以随着你旋转而上下左右移动而改变画面的 那么有一个叫诱惑教室的这里边我 我没看完我看了前面几分钟 他的主要讲的是一个老师讲课的事 这个故事前年我不说了 就这个资源大家注意一下 不是很清晰 所以戴上眼镜之后呢测试效果很差 所以就举个例子跟大家说 但是像这种大片的话 它这个清晰度就很高 这个资源的清晰度影响着我们的这个体验 一定要注意 否则你会觉得我们造的这个眼镜不好用 实际上我拿我自己花100块钱买的那个VR眼镜测试 这个不好的资源它看起来也效果也是不行的 就是你这画面上都是雪花很粗糙 你这大脑再机智它也合成不了漂亮的3D 对不对 那么有了这些资源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很happy的就用这个眼镜了 然后估计大家看完之后都是这种表情 那么有一些提示一定要跟大家提前说一下 经过我这几天的这个实际测试发现就是 你看这个VR眼镜的时候 由于这个手机就放在你眼前距离眼镜太近了 所以呢要注意一下 然后观看三十分钟左右的时候就休息一下眼睛 好 这是错别字 眼镜是怎么样不重要 关键是我们的眼睛要保护好 然后这个由于成像任务全在大脑上 也就是说我们实际上看到的3D效果都是大脑合成的告诉我们的 这有点自欺欺人的感觉 但是实际上你不光是看3DVR眼镜 你看到的实际物体也是大脑合成出来的 告诉你说这是个方块这是个球 所以我们都是生活在自欺欺人的世界里面 这个你了解了这些原理之后 你会发现这个世界很奇妙 所以光看VR实际上是一种烧脑的行为 就跟你在不停的算题一样 跟你的CPU在不停的做运算一样 所以注意多喝六个核桃 此处不是插入式广告 这个六个核桃并没有给我钱 但是我觉得有必要提醒大家一下 还有就是30分钟之内一定要休息一下 那么这个重要的事情 还要在墨底里面 30分钟之内一定要休息一下 还有特别特别重要的 就是如果家里边有小孩了 7岁以下的儿童呢 大脑的视觉进化没有完成 既用VR你就别给他用了 7岁以上的儿童呢 就大人监护一下使用 别觉得看着太好玩 看着时间太长 这个对大脑不好 就是对小孩的大脑不好 成人的话也注意 不要看太长时间 那么注意休息一下眼睛 因为这个观看VR 实际上是两个眼睛和一个大脑 都在不停的 不停的使用 不停的烧 所以时间不易太长 不然会感觉不舒服 那么注意事项就说这些 希望大家 谨记这些注意事项 然后可以开心的去玩30分钟 那么今天这个课程呢 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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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